從繼承之戰 由於遊戲到小學風雲 由電視奧斯卡獎支撐的第七十四間愛媒獎頒獎典禮 美國時間十二號將在加州洛杉磯登場 HBO影集繼承之戰 描述有權有勢的豪門家族 爭奪媒體帝國繼承權 一舉南瓜二十五項提名巨冠 不過最佳影集競爭激烈 驚悚電視劇黃蜂怪奇物語和魷魚遊戲 通通都是對手 叫好又叫做魷魚遊戲入圍十四個獎項 更是歷屆非英語影集中最好的成績 包括李正仔 鄭浩妍分別角逐最佳男主角和女配角 另外喜劇泰德拉索 錯棚教練確實多 以及諷刺喜劇 白蓮華大飯店 都分別得到二十項提名 驚喜 我正在互動嗎 我知道只有你的禮物 究竟大將落誰家 台灣時間十三號就會揭曉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 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開啟小鈴鐺喔 flash.tv 辯康 大家下面